哈囉各位棋友大家好 我是GOGO先生 那麼今天要來講的這個對局呢 是我的這個 慈戰的一個對局 那因為呢最近呢有 曾經有一個棋友來問我說面對對手呢 直接用衝斷啦把你扭斷啦 那 這個 這一塊到底要怎麼處理 那其實我也很難 能跟你一下子就 縮進所有的 扭斷啦戰鬥的這種法則 因為呢 每一種形狀的扭斷呢他的處理方式不一樣 但是呢他的原理是一樣的 首先很重要的一個點我一直有在強調一件事情就是 你在下棋的時候你要很注重的是 哪一些棋子是重要的哪一些棋子是廢子 要子跟廢子這一個點呢你要特別的清楚 好就舉這個實戰來看 這個呢黑棋我上一手是走在這邊 然後呢白棋惡話不說 就直接怎麼樣 就直接把我切斷 好 那如果說呢 你在戰鬥的時候啊你如果不分清楚 要子跟廢子的話哪個棋子重要哪個其實不重要 你就會變得非常累 為什麼 因為你會想要每顆棋子 這四顆棋子跟這一顆你都會想要救 可是啊 如果你當你分得清楚要子跟廢子的話 那麼呢 你在戰鬥的時候啊你甚至根本不需要 很深入的去計算 你呢 就可以先下下去了 坦白說我在飛的時候 我也料到他馬上會選擇這個衝斷 可是呢 我想 都沒有想我就直接飛了 為什麼因為我不怕他衝斷 那是說 我不怕他 殺我嗎 不是 是 我很清楚知道我接下來面對衝斷的時候 我會看中哪一邊 放棄哪一邊 首先呢 我們要知道 這個白棋啊他是活棋 對不對 所以他活棋啊 他吃掉這邊的棋子 其實也就是多增加這一些些地盤 那 我實戰呢我是走這個 好 那我希望透過這個衝斷的戰鬥達到什麼目的 這個才是最重要的 這個是非常關鍵的 不然很多人面對那種扭斷的時候呢 就殺殺殺殺殺 然後也不知道為了什麼而殺 那這個 就會很辛苦 那 我實戰場呢我的目的很簡單 我希望藉由戰鬥 看能不能把這個外視蓋好 那如果是死掉這兩個 其實對我來說 無傷大雅 那 他也不能說 吃得很簡單 如果他今天就只是很簡單的這樣子叫吃 黏上 那這樣子的話這兩顆可能還會死掉 所以他也不能下得很輕鬆 實戰呢他只好從這邊切斷 然後切斷完了之後呢 從這邊切斷 那這個地方 千萬不要走這邊 走這邊的話 那就這個 白旗就太苦了 你這個衝斷戰鬥一圈你只吃這一點點 而這外面的所有的外視 特別是這個外視都歸我的 我隨便這樣拆邊 這一面的影響力比這個還要大 從這個地方你就可以直接的看出來說 衝斷的時候其實 不是什麼旗子都要去救 你要先分清楚哪個是重要哪個是不重要 然後呢 再來 白旗呢實戰是接著衝 這個是比較好的走法 那我當然也是有看針子 那我先把它切斷反正他這個吃不掉我這兩顆 對不對 但是他實戰還是先走啦 他實戰還是先這樣子走 走完之後 然後呢 因為我接下來只有一個擋住還可以把它切斷 所以他就是選擇打吃這個 然後呢再連回去 好 那下到這裡的時候也是一個很關鍵的走法 到底要不要就這四顆跟他戰 好 坦白說啦這個地方我在這一塊的計算我沒有算得非常的深 為什麼 因為我覺得不戰鬥就贏了 什麼意思 我實戰呢我是走在這裡叫吃 然後選擇一場 這四顆其實非常的小 因為他本來就活棋 活棋的情況下他吃這四顆 就沒有什麼太大的價值 而且我這長丸啊接下來還有一個針子可以吃這三顆 所以他照理來講還要補 他實戰是這樣子補 然後呢我管一個那還是有針子啊對不對 他就跳 那走到這裡的時候我再一飛 下到這裡我們就發現到一件事情 這一圈的戰鬥啊 表面上我死掉了四顆 我只吃到這一顆 表面上我 這個 死傷慘重 對不對 但是實際上呢 我透過這個戰鬥 我把這個外勢給蓋起來 而且呢 不但只有蓋到這裡 我還往上蓋 這個地盤已經無形中增加了很多 增加了很多 然後呢 這個地方呢又是我的外勢 那 我的付出的代價就是這四顆子 就是這四顆子 所以這個戰鬥呢是黑的大轉 黑的大轉 所以呢在這個扭斷戰鬥啊 你不是每一顆棋子都要去救的 更多的時候你要去看哪一邊的棋子 是重要的 哪一邊其實是可以捨棄的 而你是要注重在為地是為哪個方向 OK 那具體呢到底說每一次在切斷的時候要藏這邊 還是藏這邊 還是叫吃叫吃還是攻擊這兩顆呢 那 這個呢 我會在這個下方 影片下方的這個連結 這個連結呢是 三步驟提高你的計算力 那這裡面呢 他不是叫你說 你看到這個形狀你要怎麼下怎麼下 而是說 告訴你一個 核心的概念 那這個核心概念呢就是 我自己在用的 理論 跟我的思考方式 OK 那如果說呢 你有興趣呢 想要了解的話 你可以點擊下方的這個連結 那我在10月28號的晚上8點呢 我會開一個為期的線上講座 再講關於計算力 我會用哪三個步驟呢 來再計算我的每一盤的對局 每一盤的對局的核心理念 OK 那如果說呢你還有更多問題的話呢 你呢 也可以到我的IG來私訊我 或者是呢到我的email來私訊我OK